dash 快速启动工作列 事实上我们中文翻 刚才我们在布局桌面背景那边有看到 它叫做启动栏图示 简单来说 在英文它就直接叫dash 这一栏就是启动栏 你把它看成工作列也都可以 如果你习惯Windows的叫法的话 它这有别于一般的程式的一个启动方式 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程式启动方式 dash的启动方式已经很接近平板 head或者智慧型手机的方式 当你滑鼠按下它之后 第一个会出现的是你上一次启用过的程式 如果你把这个字去掉 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把档案资料夹收起来 或者是说你之前用过的应用程式 你曾经用过哪些应用程式会列出来 这下面档案 这是程式 这个文件 搜寻档案跟资料夹 甚至可以搜寻影片 你的电脑的影片 还有网路上的影片 也可以看音乐 也可以找图片 也可以连上所谓的社群网站 社交网站的讯息 这个下面有一排可以属于你自己去精挑续选 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去思考那么多 我通常在使用的时候我比较少去看这下面 通常我就打关键字 我今天我要火狐狸你可以打Firefox 当然火狐狸已经在我们的快速起动栏里不需要 假设我要inscape打in 通常打两个字就会出来了 你看inscape就再出来了 通常只要打两个字 你需要的应用程式就出来 这相当快速 你也可以把你的档案叫出来 比方说你习惯某一些档案出来之后 就是打关键字 所有关键字搜索 甚至你看到这里 你没有装的程式他都帮你列出来 他会按照你使用者的习惯 去帮你找出适合你的 建议你的一些软体名单 或许你是你从来没想过 可是对你有用的你却不知道 个人在这里还遇到蛮多的状况 说我原来我可以找到这么多层次 比方说有关于光碟的我打DVD 他除了会帮我找出我要用过的层次以外 你看他告诉我原来属于DVD 有这么多类 原来这个DVD时代这个不用钱 他可以编辑DVD的样式 这边有一个DVD 如果你想要用就可以直接点进去用 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他有一些介绍 你也可以到开发者网站 原来他这是一个DVD的编辑程式 或许很好用 你可以试试看 你看他可以免费下载 这个是不需要你花钱的 经由这样子的一个搜寻过程 你可以找到或许可以 他系统会帮你建议出你需要的一个程式 那如果你还要需要其他不同的想法 这边有过滤结果 你可以看到有外挂图形 各种他也帮你做了分类 假设我要看教育类的 原来DVD里面教育类的 他现在帮你找出这一个而已 那你看你需要什么东西 教育类的我们打EDU的话 哇原来他帮你找出好多好多教育的软件 你就不再仅局限说 以前我只能装我电脑已经安装的程式 我才可以用 原来DASH启动工作列 他不只是把你启动你现在你有的 一个程式或者你的档案 他连你未安装的程式 他都可以帮你协助你找到你想要的 比方说这样这个契合数学 如果你要想教小朋友数学 这个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软体 你可以经由这样子一个启动工具 协助你帮助你找到更多不一样 当然开始有些人可能说我突然想不起 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 我又找不到怎么办 那新北市的教育作业系统里面 很贴心的替大家留了传统的做法 在这边有一个吴邦兔的图形 点下去一样会看到传统的分类方式 比方说影音类我们装了哪些软体 教育类我们装了哪些软体 科学类系统工具 广机网路有各种不同的软体可以用 你需要哪一个 你就可以去点 这是我们传统习惯的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工具 应用程式工具列 然后去找我们的分类 然后去找我们的 那假设我们要启动Squatch 我们只要在DASH里面点一下 打SC 打两个字 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这样比较快 还是直接点这个按键盘比较快 大家自己决定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 我个人是两个都在使用 两个都可以使用 这算是算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一个做法